洛杉矶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26日晚上 在柔斯密市洪德品味大酒楼举行募款晚会 力挺洛杉矶社区学院理事方树强竞选加州第49区众议员 从即将卸任的州本利手中接过接力棒 继续为南加州华人谋取福祉争取合法权益 方树强非常感谢美乔联在当晚的筹款晚会 为他竞选筹集了2万元的竞选经费 称这是他宣布竞选之后的第三次筹款活动 截至当天他已经筹得竞选经费45万元 但是距离他的筹款目标70万元还有一段距离 方树强表示自己的大门永远敞开 华裔选民有任何诉求都可以通过电话 短信或者电邮与他联系 希望南加州广大华人告知亲朋好友 为他的竞选投下神圣的一票 让他在未来的几年里 从现任加州众议员州本利的手中接过接力棒 继续为华人争取合法权益 美侨联创会会长马树荣表示 今晚美侨联举办筹款晚会 目的是支持方树强竞选加州第49区众议员 方树强在担任洛杉矶社区学院理事期间 帮助华人做了很多事情 其中包括用隔板把流浪汉隔开 让家长放心地把孩子送到图书馆去看书学习 他还帮助筹办每年一次的金龙大游行 帮助我们申请各种许可等等 不遗余力的为洛杉矶华人社区做贡献 相信他当选加州众议员之后 会继续替华人办事 替我们在州政府发声 方树强在几位候选人当中筹款最多 得到的联邦以及州县市民选官的背书最多 也是当前人气最旺呼声最高的众议员候选人 美侨联现任主席关建荣和前任主席廖美华 分别在发言中表达了力挺风树强的态度 称赞他服务社区多年 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 是一个理想的能够替华人发声办事的候选人 重要的是 华人社区的很多华侨都非常了解他 这种交情甚至可以追溯到风树强的父母那一辈 所以选他出来在加州替华人办事 我们都信得过 关建荣代表美侨联全体会员 坚定支持风树强出来竞选 并且预祝他马到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